网友留言一直在考虑大众麦腾330和凯美瑞2.5升如何选择 到底选哪个才是正确的 麦腾和凯美瑞的话题永远都争论不休 我这么跟你说吧 如果是家用四驱代步就选凯美瑞 如果说是商用而跑长途 那你就必须选麦腾 那我们就详细对比一下自然管车的发动机变速箱驾车感受 到底选哪个是有什么区别 问一下说家用选的凯美瑞呢 你选的是2.5升的一个自然吸气 动力型除了是没有涡轮这样的驾驶 后具十足 匹配是爱新8AT变速箱非常不错 它还有一款是2.0升动力 动力太弱 匹配CVT变速箱 那个不能买 佛系中的佛系 而且变速箱并没有这个爱新8AT那么好 还有一款是2.5升匹配一个TSS丰田的双筋混动技术 那个也是非常不错的 更加机油 驾车感受更好一些 所以说选呢 就选2.5升这个常规气候板或者是双筋混动 2.0升的绝对是不能买的 CVT变速箱太差了 太佛系 没有动力可言 但是优点是平顺 但2.0升动力很弱 那么如果你选的这个麦腾呢 它这款车子 有1.4T和2.0T 1.4T不能买 它这个发动机是 杰达VS5是一样的 E211D国S那款发动机 你像这款发动机呢 E211像宝兰啦 朗翼都在使用 咱不能花个BG车的价钱 买个紧抽机车的一个发动机 而且它匹配的是一个 7档的干式双离合 所以说不能买 不容易高温 所以说买就买2.0T 2.0T是7档的44双离合 更好一些 有330和380 就是低功率和高功率 正常我们买330 动力绝对去功用了 因为180度的马力 虽然丑的不达低 但是说它的不虚标 如果对动力要求 选380更好了 那百公里加速 7秒多 8万云里就可以完成了 为什么说跑高速 商用选它呢 它的底盘的扎实感 要比开门率更好一些 支撑性更好一些 开个跑高速 扎实感好 安全性好 更有信心 不飘 稳当 质感好 而且外观内饰呢 更加的绅士 符合商用 气息 德国的这个做工品控嘛 是非常好的 而开门率外观的事 就是为居家使用 而商用那款车了 它四驱待步呢 牛耳很低 并且它的变入箱呢 也适合于用途路面 说你和变入箱嘛 不适合于四驱待步 不适合于用途路面 主要是在这 所以说这两款车呢 四驱待步 家用就是开门率 如果说是商用 偶尔跑上毒 那你就是说 麦腾 没有任何争议 那你没有开过 或者买过 这两款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到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